父家子弟恋上酒吧歌女 父亲反对并密谋棒打鸳鸯 为了拆散我们 你真的是不择手段 太卑鄙了 儿子断绝父子关系 与女友结婚 父亲竟意外身亡 就是因为你 你爸爸才会出车祸的 父亲尸骨未寒 儿子竟与继母展开遗产争夺战 一指断绝父子关系 一指断绝父子关系声明 又是否使得儿子丧失继承权 夺命婚礼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落跑新娘这个词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因为在电影电视剧里面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节 就是女主人公因为感情纠葛 或者是出于对于婚姻的恐惧 而在婚礼上临阵脱逃 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落跑新郎的案例 今天的这个主人公呢 名叫龚承 他的父亲啊 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叫做龚国强 就在2011年5月的一天 龚承呢就要和他苦练多年的女友喜结良缘 这是一个大好的日子 这一天的龚承呢是打扮的格外的英俊潇洒 穿着白色的新郎服站在门口洗淫宾客 可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兜里面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来一看接听了这个电话 然而就在那一刻 他的脸色是刷一下变得惨白 接着呢 他跟谁都没打招呼 就奔出了酒店 来了一辆出租车 头也不回的走了 这下的这新娘子一看 这新郎官怎么跑了呀 他也跟着跑了出去 当看到出租车绝成而去的时候 新娘子是气急攻心 晕倒在了地上 为何一通神秘电话 竟使得新郎丢下新娘独自离去 难道说是新郎后悔结婚 临阵脱逃了 还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这件事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功臣虽然是出生在一个巨妇之家 因为他的父亲是非常知名的企业家 可是功臣的童年过得并不快乐 因为在他十岁的那一年 母亲就离开他去世了 很快呢 父亲就娶了第二任太太 叫做刘英 虽然刘英对小功臣是视若己出 可是功臣始终觉得 自己和继母之间有着一种莫大的隔阂 再加上父亲的性格是特别的专制 特别的霸道 所以小小的功臣性格变得特别内向 他在父亲和继母的面前少言寡语 心里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委屈的 从来都不肯在外人的面前去表露 虽然父子之间的沟通是这么的不顺畅 可是就在功臣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还是顺从了父亲的安排 到国外呢 学习了一个工商管理的硕士 然后进入家族企业里面 任职部门经理 就在他上班的第二个星期 父亲就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工程 让他去负责 说只要是这个工程你做好了 我就让你做我的接班人 儿子的能力果然是非常的出众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 给公司签了很大的一个单 龚国强看到儿子表现的是如此的出众 心里面特别的高兴 说今天晚上我要给你开一个庆功宴 可没想到就在庆功宴上 这父子两人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功臣到了庆功宴上面 也没给父母打声招呼 就拉来了一个女孩子 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宣布说 各位我和大家介绍介绍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叫做白玲 当时这龚国强的脸就拉下来了 赶紧就把儿子和这个女孩拉下台 自己上去就说了 各位我刚才儿子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们公家早就选好了 这未来的儿媳妇了 我来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说着这龚国强是出人意料的 从身后也拉出了一个气质非常高雅的女孩 然后说了各位 这位才是我们公家认可的儿媳妇叫做陈一梅 现在她也在我们的公式集团里面担任重要的职位 我们公家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绝对不会让那些随随便便的女孩嫁进来的 这话一出口啊 那个叫做白玲的女孩面子上就挂不住了 两行眼泪就掉下来了 然后有头呢就跑了 这个功臣一看女朋友跑了 他也追了出去 既然父亲早已确定了儿媳人选 功臣又为何带来了另一位女孩 并声称是自己的女友 难道说这真的只是个玩笑 还是说父子二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呢 原来啊这个白玲呢 她是出生在一个并不太富裕的家庭 她的父母很早就离异了 她一直跟着父亲呢长大 那么父亲呢也是重病在身 为了养家糊口呢 这白玲从小啊没念太多的书 而是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面呢 做女歌手 她的歌声非常的动听 所以这功臣呢 就深深的迷上了这个女孩 尤其啊 她在闲谈当中了解到 白玲呢也是来自一个单亲的家庭 和自己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一来二去的 这两个年轻人就擦出了爱的火花 其实关于白玲的存在 龚国强是早有耳闻 但是无论如何 她不可以接受儿子和一个女歌手谈恋爱 在她看来 儿子迟早是要继承家族企业的 只能够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做老婆 于是呢 她一边是极力的反对儿子和白玲交往 一边呢是安排了很多的相亲 找那些非常优秀的女孩呢 让她们和自己的儿子交往 可没有想到功臣呢 都是敷衍了事 这个时候呢 继母刘英啊就出主意了 说老公啊 我看爱情这件事啊 抢你的瓜是不甜的 你那样做呀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咱们啊得演一出戏 你看呢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 叫做陈一梅 她们家呀可是书香门第呀 而且这个女孩自己呢也很争气 刚刚从英国呢 拿了博士学位回来 你看我们干脆呀 就把陈一梅呢 安排到我们公司来 和儿子一块呢做一个项目 我相信啊以一梅那么优秀的女孩子 朝夕相处 一定能够征服功臣的心 龚国强一想啊 这个主意不错 于是呢就把陈一梅调进公司 安排和儿子一块做项目 那么这天呢 功臣出去安慰好了自己的女朋友白玲之后呢 回到家里面来是非常的生气啊 就和父亲叫上板了 说爸你也太过分了 那个陈一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能够这样设计来安排我的事呢 再说了 如果你们想让我和那个女孩结婚 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我的心里面 我只爱白玲一个人 我绝对不会和他分手 这龚国强啊是冷笑了一声 说你爱他 那他就一定是真心爱你的吗 我看外面社会上那些女孩啊 想跟你交往的 那都是图我们公家的钱 你要知道 如果你没有了公家继承人的这个身份 你可什么也不是 没有女孩会喜欢你的 这龚臣呢特别的生气 说我不相信 白玲一定是真心对我的 再说了 我一定要证明给您看 即便我不是公家的公子 我也一样有女孩真心爱我 这龚国强就说了 行啊 有本事你就自己去闯一遍天地 不用沾我这个父亲的光 虽然说龚国强只是一句气话 但没想到呢 儿子龚臣还真的是听进了心里面去 第二天呢 他主动到公司辞了职 第三天呢 他又从家里面真的搬了出去 然后和白玲呢住在了一块 父亲反对儿子恋上酒吧歌女 为其指定婚姻 我们公家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绝对不会让那些随随便便的女孩 嫁进来的 儿子盛怒之下离家出走 女友却突然失踪 我就求求你放过我吧 你再也不能够干涉我们了 女友的失踪究竟是被逼无奈 还是见义思迁 儿子心灰意冷 回到家中却发现父亲的惊人阴谋 夺命婚礼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从这天开始 工程就像每一个这个城市里面 普通的年轻人一样 开始求职应聘去给别人打工 辛辛苦苦的挣每一分钱 来养活自己和白玲 有了爱情的支撑 这个工程是打拼起来 特别的给力 就想象着有一天 自己有了事业以后 才能够理直气壮的 把自己喜欢的女孩 带回到家里面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接下来的一件事 却打破了他所有的梦想 这天晚上他加班加到深夜 然后到超市里面去买了 这个女朋友最喜欢吃的零食 可是回到家里面 他发现空无一人 他喊了几声 白玲 白玲 都没有人答应他 他发现饭桌上放着孤零零的一张纸条 而纸条上面的字更是让他大吃一惊 上面写着 功臣 既然现在你已经一无所有 我也不可能再和你在一起了 我们分手吧 将来有缘再见 白玲 看到这张字条的时候 功臣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没有想到为了这个女孩 他可以放弃富裕的生活 可以放弃和父亲之间的父子之情 但是既然这个女孩看到他一无所有之后 说走就走 而且是用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 无奈的功臣只好是每天在这个酒吧里面借酒交仇 一个星期过去以后 他终于清醒过来了 他想起父亲说的那句话 当你一无所有不再是公家继承人身份的时候 没有女孩会爱上你的 他只好是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家里面 他看见父亲就说了 爸 我回来了 他原本以为父亲一定会痛痛快快的责骂他一顿 但没有想到功国强 只是轻轻的在儿子肩上拍了一拍说 儿子 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想了 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我永远是你的父亲 父子矛盾终于化解了 功臣回到了公司工作 并且渐渐接受了沉衣美意 一年之后两人领取了结婚证 并准备举行婚礼 正当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这天功臣正在公司里面开着会呢 就听见隔壁呀 公国强的办公室是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吵闹声 他跑过去推开门一看顿时愣住了 因为眼前这个和父亲争执不下的人不是别人 而是已经失踪了一年多的前女友白玲 当时白玲啊是满脸的泪水 看见功臣进来以后呢 他是说了一句 叔叔 这八十万我已经给你放在这了 我就求求你放过我吧 你再也不能够干涉我们了 然后他跑到功臣的身边 拉起功臣的手说 功臣走 我要告诉你这天大的秘密 父亲在后面呢是跳着脚说 功臣 你现在已经是结婚的人了 你不能再领那个女人了 可是功臣还是一把被白玲给拽跑了 跑到了安静的地方 白玲是边哭边叙收了自己这一年以来的经历 而功臣总算知道了女友 为什么不告而别背后的秘密 原来就在当年 白玲的父亲因为赌博 而欠下了一笔四十万的赌债 这讨债的呀是天天到家里来逼呀 于是呢 白玲的父亲只好是四处流浪来躲债 这白玲作为女儿心里面非常的痛苦 她想替父亲解决问题 可是她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只要她跟功臣开口 功臣一定能够轻而易举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白玲的自尊心非常强 她没有对功臣说一个字 直到有一天 功国强找到了她 她说 白玲 我已经派人调查了你们家的背景 我知道你父亲现在背上了一笔很大的债 要不这样吧 这笔债务我替你还了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要离开功臣 如果你违背自己的诺言 你就要双倍返还这笔借款 想到父亲东躲西藏的流浪生活 这白玲作为一个女儿的心 觉得非常的痛苦 于是她答应了功国强的要求 收拾行李离开了功臣 可是在这一年以来的时间里面 她无时无刻不再后悔自己的选择 她无时无刻不再思念着自己心爱的男友 好强的白玲是一天打几份工 白天的时候她在公司里面上班 晚上到酒吧里面去唱歌 周六周日她还去做服装模特 就是凭着自己的天生励志的相貌 和一股不服输的狠劲 白玲总算是赚够了八十万 听了白玲的哭诉 功臣既吃惊又气愤 原来这一切都是父亲的阴谋 功臣当即决定 要尽快解除与陈一梅的婚姻 与白玲重新开始 于是这功臣是一口气跑回家 就要跟父亲算账 他说爸你太过分了 为了拆散我们 你真的是不择手段 太卑鄙了 听到这儿 这个父亲功国墙是一声冷笑 说儿子你太天真了 你看看这个 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女人了 像这样的女人 我怎么可能让他嫁到我们公家来呢 说完这功国墙 就把一本杂志甩给了儿子 功臣翻开来一看 里面是一组内衣广告的图片 而这个内衣的模特就是白玲 然而看到这样的一组广告图片 在功臣的心里面 更多的是对女友的怜惜和心疼 于是他说爸 他能去拍这些照片 那不都是给你逼的吗 这些年你一直主宰我的生活 我根本就不爱陈一梅 这一次我一定要跟一梅离婚 我要和白玲结婚 我要把这些年他遭受的痛苦 弥补给他 听说儿子要离婚 这个功国墙是气不打一出来 上去就狠狠地给了儿子一个耳光 说好啊臭小子 你要是敢离婚的话 你就不是我们公家的人 这功臣被父亲这一巴掌也给打杀了 他也说下了狠话 行啊 既然你不认我 我也不认你 今天就让我们彻底做一个了断吧 说着呢 这功臣就跑进书房 拿出纸笔 迅速地写下了一纸断绝父子关系声明书 然后是摔门而去 几天以后 功臣和白玲他们搬到了另外的一座城市 虽然功臣还没有来得及和陈一梅离婚 但是他决定先斩后奏 他决定一定要给白玲一个盛大的婚礼 来弥补自己对他的愧疚之情 然而就在婚礼的这一天 这功臣呢 发现自己的手机电话一直在响 他拿出来一看啊 每一次显示的都是陈一梅的名字 于是他是毫不犹豫地掐断了 可是陈一梅是毫不气馁地一直拨打着功臣的电话 到最后呢功臣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接起来一听 然而陈一梅在电话的那一头啊 是哭哭啼啼地说了一句话 说功臣你爸出车祸了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很可能就撑不过去了 你赶紧回来吧 听到这儿 当时的功臣是脸色大变 他什么也没说 跑出酒店上了出租车 就准备回到老家 儿子不顾父亲反对 与酒吧歌女结婚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女人了 像这样的女人 我怎么可能让他嫁到我们公家来呢 父亲为阻止儿子婚礼 竟然意外身亡 你这个不孝的小子 就是因为你 你爸爸才会出车祸的 继母阻止儿子接管公司 是想独吞家产 还是另有隐情 一直断绝父子关系声明 又将引发怎样的纠纷 夺命婚礼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然而遗憾的是 当功臣赶到医院的时候 父亲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 他的继母刘英扑过来 是狠狠地撕打着这个功臣 说你这个不孝的小子 就是因为你 你爸爸才会出车祸的 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刘英就流着眼泪 告诉了儿子这件事 原来呢 功臣的父亲龚国强 听说儿子要在另外一座城市 和白领举行婚礼 他心里面吓坏了 于是他一大早就开了车 直奔那座城市 打算要阻止儿子结婚 但没有想到 就在高速公路上 却不幸的发生了车祸 当知道父亲的死亡 竟然是因为自己的意气用事实 功臣是说什么也不能原谅自己 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面 是几天几夜不吃不喝 他反思自己的成长过程 虽然说父亲是那么的专制霸道 可是他毕竟是深深的疼爱着自己 他又当爹又当妈 含辛茹苦地把自己拉扯大 而且送自己上名牌大学 刻意地培养着他的管理能力 希望他能够当好公事企业的接班人 甚至是为自己的婚姻 这父亲也是操碎了心 越想 公臣就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父亲 在办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 这公臣才好不容易振作了起来 他开始意识到 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弥补自己 对于父亲的这种伤害 那就是把公事企业好好地发扬光大 于是他决定要接管公事家族的企业 但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刘因却出来说了 说我坚决反对 把公事企业交到你这样一个不孝的儿子手里面 因为你父亲的死就是你直接造成的 面对继母的横加阻拦 万般无奈之下的公臣 只得求助于法律的帮助 于是他一纸诉状将继母告上法庭 要求继承父亲的企业 那么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到了法庭上 这一对继子继母是争论得非常的激烈 这公臣就说了 法官你看 我是公国强的儿子 我就是法定的继承人 所以现在所有的财产控制权 都实际掌握在我的继母手里面 他不让我继承家业 您一定得替我做主 判决我能够继承我父亲的遗产 而这边刘因也说了 法官不是我不让他继承 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资格继承 您看我这有一份重要的证据 说着刘因就出示了 当年功臣亲笔写下的断绝父子关系声明书 在这张声明书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这样一句话 说从即日起断绝于公国强的父子关系 自此生老病死互不相干 下面的签名正是功臣 我们说在现实生活当中 经常有一些家庭当中的父子 父女或是母子母女 他们在关系恶化以后 一方或者是双方会做出这样断绝血缘关系的举动 有的是口头宣布 有的是登报说明 有的甚至是签下一纸协议 我们说像这样零零总总的断绝血缘关系的这种法律文书 究竟有没有效力呢 其实我们说呀 在法律上来说 这样的一纸申明书 它是没有法律效率的 它既不会影响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力义务的改变 也不会影响双方互相享有的继承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上面 父母和子女之间 他们是一种血亲关系 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力义务 正是由于这种血亲关系而产生的 亲生的父母子女之间 只有法律规定的一种情况 有可能会让他们之间的权力义务消除 那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收养法规定的 在收养关系成立之后 这个亲生的子女和亲生的父母之间 他们的这种权力义务就消失了 因为亲生的子女和养父母之间 他们建立起了一种等同于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力义务 除此之外 亲生父母和亲生子女之间的权力义务 不可能以任何人为的形式而加以解除 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法律上规定了 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的权力 可是在有些家庭当中孩子不听话 比如说迷恋网络不肯去上学 那么父母可不可以说因为你不听话 我从此以后就和你断绝关系 不养你不教你了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力义务而言 这样一种断绝血缘关系的声明 它是没有法律上面的效力的 最后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说 这样一纸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 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 鉴于公国墙他没有立下遗嘱 所以本案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来分配遗产 也就是所有的遗产 应该在公臣和留因之间来进行一个平等的分配 经过法庭的劝说 刘英是流下了眼泪 他说儿子虽然我是你的后妈 可是这些年我和你父亲是风风雨雨一路走来 为了你我甚至是自己都没有要孩子 我呀一直把你当作我轻生的 你说我怎么可能去和你争遗产呢 我那是气你不懂事啊 你说你父亲这么爱你 你却处处惹他生气 你知道吗 你上次写下了这个声明书 他在床上足足是病了一个月呀 听到这儿 功臣早已是泪流满面 他双膝跪地说了 妈 确实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知道错了 你就再给我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吧 最终在法庭的主持之下 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对公国墙名下所有的财产 首先进行夫妻共同财产的稀产 其中的一半应该由刘英来所有 而剩下的一半呢 则作为公国墙的遗产 60%由功臣继承 40%由刘英继承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场人生悲剧之后 陈一美也看清了功臣对于白领的一往情深 虽然他曾经是深深地怨恨功臣伤害了自己 但是他还是明白没有爱庭的婚姻是痛苦的 于是他主动地和功臣协议离婚 功臣终于和自己心爱的白领走在了一起 并且接管了父亲留下的公司和继母 共同地把公司发扬光大 回首本案我们可以看到 在家庭关系当中 顺畅友好的沟通方式 是维系亲情和家庭的关键 爱就要勇敢地说出来 尤其是两代人之间的亲情之爱 因为顾会而产生的隔阂和对峙 只会让亲情和爱情都经历磨难 甚至会酿成难以挽回的人间悲剧 好了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十年后丈夫归来 发现妻子已嫁给他人 冲动的他又会做出怎样疯狂的举动 变态的爱 法律讲堂 明日